可是呢 不能裝潢這件事也有點尷尬 就是 真的大家都在家裡 work from home 在家裡工作 在家裡上課 我們鄰居還甚至是上網路課 因為他是大學教授 然後 欸 各位同學 咦 欸 各位同學 咦 你怎麼上課 你小孩子也沒辦法上課啊 你小孩子打開筆電想要聽個網路課 結果 咦 你會不會抓狗 會 快邀請小房加入LINE群組 和親友一起找尋最適合你的房子 最近會發生什麼事情 延遲交屋現在已經常態了 所以如果你現在買了一個預售屋 你被延遲交屋了 我萬分建議你 萬分建議你 該告建商就要告 我沒有讓你退屋哦 延遲交屋一道合約書上面也有延遲的違約金哦 你要去跟建商 要這個違約金 建商不會主動給你哦 你必須要找律師去提告 建商才會給你 很爛對不對 當如果你今天是消費者 你今天是延遲付房貸 建商二話不說 就把你房子沒收了 或是二話不說 15%違約金拿來 過去有很多這樣的新聞 房價在下跌的時候 過去有很多這樣的新聞 建商直接跟消費者要15%違約金 要完之後呢 房子繼續拿去賣 他賺兩次 而今天房價上漲 延遲交屋呢 他就賭消費者 你不敢告 你不敢跟媒體講 因為講呢 你就怕房子有瑕疵 然後有 醜聞呢 以後房價會下跌 建商就是這樣 爛透了 他就是賭你不敢講 所以台灣現在目前 非常多延遲交屋 而且是黑數 就像我們的COVID-19一樣 黑數 你生病了 你沒有報 叫黑數 你延遲交屋了 你不敢跟建商要賠償 黑數 剛剛看到大同專員賠多少 一戶幾百萬 你要不要去要要看 這是違約金哦 這不是什麼 這只是違約金 因為建商會違約嘛 你delay幾天 我就跟你要幾天的錢嘛 是不是 第二個 剛剛交屋就漏水 因為呢 現在可能天氣變好了 在端午之前 全台 好雨不斷 所以 有很多網友 私訊我說該怎麼辦 因為他們家漏水了 所以最近很多 剛交屋就漏水 這個漏水是好事 因為 通常這種漏水 一定要颱風季 那個水跟倒的一樣 才會發生 因為 沒有燕污嘛 那最近一個梅雨季 就幫你燕污了嘛 所以剛交屋就漏水 那建商如果把屋只有一年 趕快叫建商修啊 至少 該打真的打一打 該維修的也要修 不然 到時候颱風季來的時候 你們家 淹得會更嚴重 同級品糾紛 這個也蠻慘 因為 過去你的合約書 簽得很爛 所以同級品是 你原本簽的 你以為你買的是 啥比爐 頭痛的馬桶 結果交屋了 來一個 阿薩布魯的品牌 然後經常跟你講 都一樣 這個國外品牌也很好 反正同級品嘛 那你看你的合約書 沒寫清楚 因為你當初合約書 亂簽一通 你要知道 頭痛的馬桶 一顆 最便宜從兩萬塊到二十萬都有 你沒有寫清楚 就是沒有二十萬 你只有給你兩萬塊 合約書你也得吃 是不是 就是馬桶啊 你說 你健身不會騙人 健身這時候不騙人 什麼時候騙人 對他來講 房子都賣完了嘛 隨便給你就好啦 反正你也不懂對不對 然後我A了你馬桶 兩萬塊變二十萬 我A了十八萬 你還不敢坑聲 我當然去A鋼筋 A什麼 廚具 A什麼 連門都會A 什麼都會A 因為前幾天有記者來問我這件事 就代表 有投訴 只是我沒有去追 哪個投訴 哪個 哪個竟然去發生這個事情 但是有記者問我就代表 一定有投訴 不能裝潢 為什麼不能裝潢 全社區都在小 都是小孩子 全社區都沒有去上課 家長全部在家裡帶小孩 然後你一裝潢 全社區抓狂 結果我看到有些社區是不准住戶裝潢 或者是說要求什麼工人每天自己捅皮紙 然後才能夠進到社區裡面 我當然覺得這有點荒謬 就是你害怕成這樣 最後你的都是你小孩子染病 傳給社區其他住戶 跟外面人一點關係都沒有 工人何其無辜啊 可是不能裝潢這件事也有點尷尬 就是真的大家都在家裡 work from home 在家裡工作 在家裡上課 我們鄰居甚至是上網路課 因為他是大學教授 然後 各位同學 各位同學 你怎麼上課 你小孩子也沒辦法上課啊 你小孩子打開 筆電想要聽個網路課 結果 你會不會抓狂 會 所以有些社區不能裝潢 那你就 你買了一個新房子 不能裝潢 怎麼辦 你能夠只是床墊放下去就睡嗎 我看也不太行 賣不掉 因為看房子的人變少了 連吃高級餐廳的人都變少了 何況是看房子的 因為真的 沒有這麼多人敢上街 我剛剛經過遠氣啊 然後遠氣門口本來是很飄飄感 剛剛晶晶的 結果遠氣門口出現了很多台外賣車 在門口 如果今天是你是大安區的人 可以去利用喔 因為我覺得遠氣的外賣品質好 價格又便宜喔 我沒有替遠氣廣告 但是你可以試試看 他門口擺滿了外賣車 然後我記得他的廣告就是 好像有外賣很優惠還是怎樣 這時候五星級飯店 你不敢在裡面吃沒有關係 可是外賣 外帶都有優惠 你就去享用那個優惠 因為過去 三級警戒的時候 我吃了不少餐廳 然後都是外帶 什麼七九折 五折 你有吃過Friday五折牛排嗎 我有 你有外帶嗎 然後他促銷 因為大家連吃都不敢吃 後來變成七九折 八五折等等 趁機這個時候去吃一下 划算一下好啊 當然你要自己煮也是可以啦 因為自己煮最安心嘛 所以我們社區的垃圾 每天跟山一樣高 因為很多住戶都在家裡 小孩子沒有上課在家裡 所以爸媽只好煮給他們吃 最近爸媽很辛苦 我知道你們很辛苦 所以最近呢 賣不掉 因為看房子的人 變少了